為什麼會這麼堅持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很享受整個過程 每個人一生要走過的路都不同 要到達一個怎樣的終點 幫我視乎你有沒有努力用心地走過去 我是周圍村,今年82歲 我是郭宇鏗,22歲 因為我患了鼻竇耳 我發現跑步呼吸很暢通 我跑了一年,一跑了幾十年 患有讀寫障礙 整個讀書階段都遇到很多困難 很幸運我本身很喜歡運動 我亦選擇運動去走這條路 周伯,你跑了幾十年步 你認為最難捱是何時? 我四歲就來香港 因為我家裡窮了 差不多一行我都做過 你說我有什麼未熬過? 我和你的起跑線都有點像 我小時候確診有讀寫障礙 起碼現在我都找到自己的路 沒有說贏不贏在起跑線 人人的終點都不同 我喜歡跑步 我又認識很多志同同學的跑友 堅持繼續跑下去 一輩子流流牆 碟碟碰碰一定有的 周伯,你敢不敢跟我跑回場? 好啊 這場比賽不是在於快晚 能夠為生命不斷堅持的 已經是贏家 這一份 就是香港獨有的運動精神 我太誇張了 你也不敢說 我太誇張了 我太誇張了 你也不敢說 你也不敢說